美中簽署的第一輪協議有7個重點,包括中共擴大貿易,兩年內加上2,000億美元的產品,就知識產權, 中方在協定申後後30天內提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行動計劃,並且中方答應不會強制,再說美國企業技術轉讓,另外還有對美國取消合資限制,中方承諾不會進行競爭性貨幣貶值等,如何看待這次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美國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向川普國內對他進行彈劾,第二他也是面臨到今年要開始選舉了,因為中國經濟走向非常糟糕,整個放緩的趨勢還在繼續。 原來的傳統經濟官員和習原來那一批黨務官員看來保重比較大,要通過某一些成績來確認,確保國內的官僚集團也好,國內黨內的這些事例,對他有些認可和支持。 所以這個,與其說是經濟上的作用很大,經貿上的作用很大,我認為不如說是政治上的作用高,未來可能會緩解,雙方可能會緩解這麼一個預期,我覺得這個可能對雙方來講是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石藏山認為,第一階段的協議是很羨慕性的,技術性的協議,最關鍵的是能否落實,落實多少,其實大家都不是特別看好。他解釋。 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整體協議的話,這個協議本身是沒有辦法保證的。你可以說有進展,但是我並不覺得是有什麼很大的進展。而且雙方是用這個第一階段協議來試探一下。 即使在美國國內這個支庫裡面,和美國政界,他們也並不看好中國真的會完全執行。因為過去跟中國簽了很多協議,中國最後也沒有落實,也沒有執行。 我不認為共產黨政府能解決這個所謂的政令出中南海這個問題,就是說它實際上的這個各種利益還是操控在各個部委裡。 最後,怎麼執行,到最後怎麼執行的時候,是由部委去調理這個一個方法,執行的方案。所有的部委一定會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以最後的結果下來可能就變成執行不了。 他舉例說,最初的時候美國是要求一個完整的協議,一男子計劃。 中方提出了要分階段,美國開始不同意,現在同意了。現在第二輪協議才是最關鍵的。 涉及到美國要求中共進行一系列的結構性改革,包括對各有企業的補貼,和如何認定、侵犯知識產權, 如何裁決等等。他還強調, 第一階段的這個協議就算簽署,它並沒有改變中美全面對抗的這個局面。 包括地緣政治,包括科技,包括整個價值觀、意識形態上面的衝突,和地緣政治上面的衝突,還遠遠談不上這個緩解。 所以這個協議在整個東美的全面對抗裡面,其實在一個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比例,這個影響因素很小。 習近平沒有出現簽署認識,但有信帶給特朗普,信眾希望美方公平對待中國企業正常貿易和投資活動,支持兩國企業、科研機構、學校等開展合作,促進中美互信與合作。 石藏三表示,習近平提到的這部分,對北京來講非常關鍵。 在美國華盛頓過去一年,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有一些討論會。 通常都是談到中國的2025計劃和他們的這個情報的轉移和盜竊,非法的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已經談得非常非常透徹。 我根本就不是川普能轉過來,因為他已經在美國整個政界,包括情報,包括學術,包括科技,它已經形成一個共識了。 事實上,到現在還在發生,這種盜竊情報的事情還在發生。 以前跟中國有合作關係的那批人都是特別得意的一批人,現在都是夾著違和的一批人。 因為他們多多少少都有些好處,他們也非常擔心美國會去查他們。 中國的2025計劃,所有的項目,它有十幾個項目,要在世界取得什麼先進地位,所有項目裡面的核心的方法就是投技術。 這個是美國的很多智座在討論以後發現,而其實核心的方法就是投,增加投入並不是增加研究,或者是增加什麼改革中國的整個產業的結構, 和科技和產業的相結合的這個結構,而是花這筆錢要投。就是要投。 而且他們就直接,那個2025計劃裡面說得很清楚,基本上是不擇手段的投。 為什麼美國對2025計劃和中國製造2025最不滿,最擔憂的,是它的所有的方法。 它在這個裡面所有的方法,基本上就沒有了一個,就是偷技術,偷核心技術,偷各種各樣的方法,然後挖人才。 香港金融界的黃先生向大紀元介紹,中美貿易簽署協議前,美國正準備通過一項政策,即是任何國家的高科技產品, 好像包含10%或以上是美國專利或原件,沒有美國的批准不能賣給中國,否則賣給中國的公司,美國一樣制裁, 而之前是美國規定高科技產品佔有25%以上的專利,才禁運到中國,現在大幅度下降至10%。 據路透社報導,商務部針對華為疑定新規定將門檻降至10%,而且管制範圍, 逆藏科技產品,擴展至非高科技製品,好像家用電子產品等。 黃先生表示,這項政策對中共打擊非常大,這個世界,大多數的高科技公司的產品不少於10%的技術或專利是來自美國的,否則就不是高科技公司了。 簡單地說,就是美國隨時可以全面封殺中國的任何高科技領域,比如2025計劃,如果沒有美國默認,就可能關門大吉了。 黃先生認為,我相信中美之間這種科技上的交流基本上會被限制在一個很低的層面去做, 比較高科技的這個交流會很快全部都中斷掉。